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名字都是一组小型的创作 有两个字的 三个字的 也有四个字的 今天的课程我们在留言区特别挑选了三组姓名的写法 在今天的课程中为大家来解析 我们第一组挑选了来自日本的朋友 他的姓名有四个字 我先来写这四个字的写法 这位日本的朋友叫做 我们先来看签名的布局 在签名的时候有一个最常见的错误 也就是每一个字之间的空间写得太大了 在写字的时候字句加大会比较好写 写紧错会比较难写 我们看画面上这一组字 第一个紧跟第二个上 是紧接在一起的 再来看第二个上 再来是第三个空 两个也是紧接在一起的 第三个字跟第四个字 也是紧接在一起的 这是横式签名的写法 那在整体的字型来看 这一组字 最大的字会是第四个字 最小的字会是第二个字 所以我们在签名的时候 并不需要把每一个字都写一样大 所以在整个姓名的布局上 第一的要点就是 每一个字句要控制得当 再来每一个字的大小 也要照它的概型去写 接下来我们来写 直向的写法 我们回顾刚刚所提到的字句 上跟下 这里也是紧接在一起的 上跟下这里空间可以略大 再来是第三跟第四个字 这个空间也可以略大 直向的签名方法 要特别留意几个重点 我们看紧这一个字 左边高 右边低 这里已经产生了一个小空间 留白的地方 如果紧跟上的空间再加大一点 这个空间就会显得过大了 所以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要靠近一点 再来上跟空之间 上的最后一画是平式的 空的第一画是点画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把留白写多一点 第三跟第四就跟二跟三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地方空间可以加大一些 这是写直向的时候必须特别留意的地方 再来我们来解析这四个字它的写法 第一个就来写紧这个字 紧是一个长形字 这个字的特色就是两笔横的 还有两笔直向的笔画 两笔横的我们在过去的几个课提到了 我们不可能写成两笔一样等长的笔画 也不可能写成上长下短 这样会重心不稳 再来是直向的笔画 直向的笔画在这个字是比较有特色的 在肩架结构九色八里面 我们提到了一个字同时出现两笔直向的笔画的时候 应该怎么写呢 在左侧这一画会写短一点 在右侧这一画会写长一点 再来左边这一画呢 会带一点弧度的笔式往左下写 所以在前段呢是比较偏向直向的写法 在经过二分之一之后就渐渐往左边转弯 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左边写短右边写长 如果两画写一样长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错误的写法 来各位看一下 原本的写法层次分明 可是如果是这一个写法呢 两画写一样长 姿态就不像这一个景字 是这么生动活泼的 这四个笔画构成了一个空间 就是中心这里 我们过去的课堂曾讲过 在整个字形的大概中心点这个地方 空间不能写得太大 太大就会显得松散 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写局处一点 所以我们看这三个空间 两边都是开放的 中间要写集中一点 来各位看一下这个字形 变短了 这个也变大了 看起来就显得笨重许多 这是井的写法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就是上的写法 那这个字形 三个笔画构成了三个空间 一二三 三就不必讲了 我们来讲右手边这两大空间的运用 一跟二 这两个空间 一个写法是均等的写法 第二个可以采用我们上一节提到的 还记得是王这个字吗 我们提过哪个空间可以做点灵活的变化 可以写成上小下大对不对 字形就层次分明 上这字也是一样的 上这字也是一样的 可是一个重点是不要写反了 不要把上面写大下部写小了 这就是上的写法 再来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字 天空的空 这个空字就分上跟下 上是血宝盖 底下是公字 这个字呢 最常见的错误在哪里呢 来 做个记号 就是这一个空间 我来写一个 错误的写法 这是一个 常见的错误写法 我刚提到 这空间太大了 看起来 这两个字形的整个盖型 其实是差不多的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血宝盖 这两画是跟上面这个横画 紧接在一起 这个地方 大家记得哦 要跟上面这横画是分开的 我常说 字形写的舒朗 写的透气 像这个空字 特别是血宝盖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将横跟下部 这两个笔画做分离 所以你只要把 这两画往下写 这空间就变小了 所以空在写的时候 留意这两个笔画 所以各位只要把 这两个笔画写到位 这空就是好看的字了 然后我们看 第四个字就是燕 我刚刚第一次写的燕 那是繁体字的写法 现在我就要教同学们 写简体字的写法 简体字的上部呢 这两画是用两项点的写法 这一画写短 这一画写长一点 既然已经写成长短 所以代表 左边的空间 留白的地方会稍微多一点 这个地方会多一点 这个地方少一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的体式是 V字形的哦 不是平行线 掌握这个要诀 上半部就没问题了 再来看下半部 下半部一共出现 几笔撇画 四画对不对 这四画的写法 我觉得这个地方 要下点功夫 才会把这四画 写出它的特色跟韵味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画最底下这一画 这一画呢 不能写太短 写太短就重心不稳 来 各位看一下 最后这三画我写一样长 重心确实已经失去平衡了 所以第三画 务必写长 自体重心才会平稳 再来 这三画的写法 不是斜向的笔画 我们曾讲过 斜画跟撇画是不一样的 撇画是柔美的 所以这三画的写法 是写成弧度的笔画 我放大写 这样就更清楚了 弧度的 弧度的 都是弧度的 而且这两个空间 大概是均等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写这个 验的时候就掌握 上半部这个要诀 两项点 一小一大 下半部三撇画 短短长 空间均等就可以 这是第一组 井上空焰的签名 我们再看下一组 这位朋友叫做 马有希 我来示范这三个字的写法 来各位看一下 第一跟第二两个字 都是长形的字形 第三个呢 是扁形的字形 这样的字形 确实会比较不好配置 我刚提到 保有长形的字形 保有长形的字形 在第三个 我觉得是最难的地方 因为一二都是比较高的字形 所以第三个呢 可以让它长高一点点 让第三个字跟一二的悬殊 会稍微小一点 那要把第三个西 写高一点 要从哪一个笔画去下笔呢 我就先来讲西这个字好不好 来 我放大写 讲更清楚了 要把这个西稍微长高一点 就必须仰赖 这两话 这一话写长 这一话再写长 这个空间就变高了 可是同学有一个误解 他会把空间加在什么地方 加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把这横画写高一点 让空间加大 可是这个口型呢 是写扁一点的 其实我刚写第二次这个写法 它的体式跟我刚第一次写是相似的 可是它错误的是 错在把这里加大了 整体字形好像脖子太长的感觉 空间显得松散 这是西的写法 再来马的写法 马这个字也可以区分 上下两个部件 上面比较小一点 下半部就大许多了 上半部写小就代表这空间不能太大 下半部写大就代表这空间要写大一点 所以你写完这个字 你在检查的时候 你就看这两个空间就可以了 再来在这个下半部的这个空间 有一笔横的写法 这笔横应该配在什么地方 横是配置在整个字形的中间在偏 上还是下 对 是上没错 所以上方空间小一点 下方空间会大一点 这是马的重点 接下来写有这个字 有这个字 必须留意一个重点 这也是九舌法里面提到的笔法 好 长横底下就配短横的写法 所以我们看阅的上面这一话 就是短横的空间 宽的就配窄的 如果把这个字呢 都写宽会变怎么样 来 我们来看看 来 这一话加长一点 变宽型的 我们写夸张一点 来 你看 右边就太重了 所以在写月的时候 这一话务必 写再一点 让它上下层次是分明的 再来在这个字 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 你必须配置好 月跟撇化的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会建议同学要留白 我常说写出透气的感觉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呈现 这是有的写法 接下来写 直向的签名法 直向一样保有 字体概型的写法 长形的 油也是长形的 吸 一样要适度加高 它的字形 所以 马有吸这三个字 不论是写横向的 或是写直向的 它的写法是相似的 所以在这三个字形 我们看横向的 这里 留白 底下这个 也都要留白 这是第二组字的写法 接下来我们写第三组字 这位同学叫做 无 免 这两个字的差异 蛮大的 无这个字 也是长形字 免这个字 是宽形字 这个字的要点 你就知道原形写就可以了 那特别是免这个字 免这个字 如果把树弯钩这一话 写得太短 这字形就重心不稳了 那这个字形 在我们的肩架结构九字法 有提到 树弯钩 所承载的部件 就是力量的力 这个字 应该配置在什么地方 还记得我们写过 照这个字吗 这走字旁 上面的这个叉叉 应该放哪里 是不是可见 左侧跟下面这里 所以这个力的写法 也是一样的 配在 靠左侧 靠下面 留白 会在 这个地方 跟上面这个地方 再来 如果是两个字的姓名 有一个重点就是 把这空间加大一点 如果你照 三个字的写法 两个字的写法 看起来就显得太单薄了 所以如果是 姓名是两个字的同学 记得 两个字间要写稍微宽一点点 我们来讲解 这两个字的写法 第一个是 鼓 口型 底下是 长型的部件 上面口 不能写太方正 如果写方正了 就会变成 头重脚轻 我们来看一下 头重脚轻的字形 写方正一点 来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头变大了 所以这个无字 我觉得比较难配置的 就是这个口型的写法 口型写太大也不是 写太小也不好看 所以在配置上 你要让上跟下 看起来是比较 匀秤的 那有一个重点 可以做个对照 口型 下方的这一笔 短横画 跟底下 这个类似天的写法 第一笔短横 是比较接近的宽度 你掌握这个要点 这个口型就不会写太大了 就是 无的写法 再来是 免的写法 免我们刚刚提到了 几个重点 我再来补充一个空间 就是 这一个空间 这个地方也是 很常见的错误写法 同学自己先写一次 写写看 写免这个字 我来写一次 错误的写法 我们来对照一下 是不是错的是一样的 同学看得出来吗 是不是跟我写的是一样的错呢 我把这两话 接在一起了啦 接下来的写法 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空间会过大 显得松散 那如果你说 没关系 我把力往内写 不就好了吗 那会怎么样呢 写起来 这里就更大了 所以 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把这两话 分开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写 直向的写法 来各位看一下 直向的一样空间 加大就可以了 跟横向是不变的 所以只要掌握 两个字的概型 两个字的字距加宽 照云形写 就可以把两个字 签名签好了 签一首好名 并非难事 各位同学 只要灵活运用 我上课所提到的 要点跟诀窍 运用在自己的姓名上面 就可以签出 别具风格 和韵味的名字哦 在下一节课 我们要进入 进阶的课程咯 要来教教大家 如何写出 轻重缓急的笔画 体现 优美 灵动的字形 下一课见咯 哈啰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还记得在 应该是第一第二堂吧 我们有介绍过钢笔哦 那几款钢笔都是比较平价 容易入门的钢笔 那我们常说啊 买钢笔呢 就是在买笔尖 因为钢笔的笔尖哦 它的笔触是很细腻的 也有人说哦 钢笔的笔尖呢 可以反映出书写者的习惯跟个性 所以有钢笔的笔尖哦 会因为你的使用 会渐渐磨成你书写的角度 所以越写越顺手 越写字越漂亮 嗯 我接下来推荐几款哦 就是也蛮容易入手的 这笔尖呢 在整个书写的感觉也是很优质的哦 来我们先来看第一支钢笔 这支钢笔是来自中国台湾 来我们看 这支的颜色叫做绿带哦 它的名称是天边笔 这支是来自于这个一个手作之人 他所制作的钢笔哦 我觉得有这支钢笔最大的特色就是 在笔身上切的六条菱形的斜面 你看在视觉上 来各位看一下哦 这样转动哦 光线的反射 质感非常的好 提升了视觉感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哦 是握起来 刚好是符合人理工学 所以在书写同时 你会觉得在握直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很扎实 不会像一些钢笔啊 握起来好像不稳 所以除了这个笔身之外 这支钢笔最大的卖点 是我刚刚所说的笔尖的部分 它笔尖是选用德国BOK尖 B-O-C-K-O 这是在这个钢笔市场哦 最优质的笔尖之一 这笔尖在书写的时候 非常的滑顺 重点是它不挂直 那这钢笔是F尖哦 不过这欧系的钢笔哦 我们知道它在设计上哦 虽然是F尖 如果相较于日系的话 欧系的钢笔会比较粗一点 我来写写看 大家都知道这个笔尖的粗细了哦 我们看勇这个字哦 这是第一支钢笔 它所呈现的一个笔画的线条 来我们再看第二支 相信各位对一支钢笔应该不陌生 嗯 它是拉米 也是德国的哦 这是我们的林美哦 这支钢笔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这里 你看 一个洞洞在这里 这叫关墨窗啦 它最多用意就是说 让你在写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到底墨水还剩多少 再来 在笔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这里有卧位设计 来我们看这里 这里有切一个斜面 各位看一下 另外一边 也有切个斜面哦 所以会引导你哦 在书写的时候 会将你的大母哥 跟二母弟 来都握在这里 这样的设计解决了很多握笔不正确的问题哦 那它的笔身是采用金属材质 看起来就更加时尚对不对 这一支好像有四个颜色哦 还有金色啊 还有我觉得是雾灰色的样子 还有银色的 接下来我就来写这一支拉米的哦 这是林美 来看看它的线条 这一支钢笔 笔尖也是F尖 跟刚刚第一支是一样的哦 来 嗯 你看笔哇出戏很相似 来 这是第二支 林美的 再我们看第三支钢笔 这支是日本的品牌 这支很特别的是它的笔尖 来我们看一下 哇 你看 笔尖翘起来了 曾经有一位学生跟我说 老师 你的笔怎么摔成这样 怎么笔尖翘起来了 不能写的啊 我说你误会了 这不是我摔到的笔尖 但是原厂设计就是这样子哦 这是所谓的书法尖 或称为美工尖 这样的笔尖 可以写出笔画的粗细哦 就仿这个类似 用毛病写字那种粗细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哦 你用这个书法这些写字哦 嗯 不太适合初学使用 不过你可以买来试试看 因为这支也不贵 这个林美币大概 大概一百块左右吧 对啊 买来试试看 来我们来写写看 来你看 哇 笔画是不是可以写得很粗 你看低一点可以写得很细 为什么会这样子 诶 这就是书法尖的窍门就在这里 来 书法尖哦 你如果拿高一点 笔画就会变细哦 再拿低一点 笔画就会变粗 所以 我觉得用书法尖写字 是在考验你如何去驾驭这支笔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是刚初学的阶段 不太适合写书法尖 可是可以买来玩玩看 来这是第三支 就是写在了书法尖 接下来介绍 在我们大陆刚笔记的网红 登登 就是这一支咯 哇 色彩多目耶 七八G 历久明星的一支钢笔哦 来 我来写写看好不好 这支在写的时候会觉得 日系钢笔的特性 就是有点摩擦感哦 所以哦 这一支在写的时候 我觉得 比较适合用来写 像日记啊 手杖这一类的 因为它笔画 比较细一点 当然如果练字的话也可以 你就买M肩 因为这支是F肩 那这支哦 我觉得笔肩 好像闪亮亮耶 你看一下哦 因为它是22K的包筋哦 来 这是七八G的特色 我们再来看下一支 我们再来看下一支 这支也是百乐的钢笔哦 它叫做佩尔那 登登 你看 透明的耶 我觉得太棒了哦 如果跟那个林美比较 林美小小的关墨窗还不够大 你用这支钢笔在洗澡的时候 你会觉得哦 随时可以观察到 这钢笔墨水的使用量 到底到什么地方了哦 这支哦 它的笔身 好像比较短一点 可是依我手心来拿是还可以啦 你看 看起来OK哦 如果你觉得太短的话哦 你就把这个笔帽 盖上去就好了啦 你看 增加它的长度 而且重心还OK哦 不会觉得太轻 来我们写写看好了 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这一支 肯定不是F间啦 一定是M间啦 没错啊 这支是M间 所以你看七八句啊 如果你要写像这个感觉啊 你就买M间就好不是吗 嗯 就是这样子咯 你看 来 这是透明的钢笔 还蛮适合女性拿的哦 再来是 登登 光彩头目 你看 超漂亮的对不对 有黑色 你看 很内敛的颜色 哦 又不失高雅 你看金色 这一支我觉得哦 真的 它设计哦 真的好用心耶 我们刚说 嗯 这个钢笔是不是有笔尖 对不对 有粗跟细 这一支钢笔一次到位 因为它的笔尖设计 是可以调整的哦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可以怎么调整 来 看我操作 你看 在旋转哦 旋转这个方向 你在写的时候 就会增加钢笔 笔尖的弹性 所以写起来的字 它的笔画 会比较粗一点 来 我们来看看 哇 你看 这笔尖你看 还开叉你看 可以叫特写 有这里你看 打开 你看 有没有 哇 可以写到好粗好粗耶 按压 你看这里 所以用来练字 超适合 0.7 就接近1.0了 写大字 你看 哇 把这字写好大 也不觉得笔画太细 对不对 可是 除了写粗 我刚刚说 还可以写细一点 往下调 那各位看 笔画编细咯 这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一次到尾 它的名称就是 Justus 95 复刻版 大家可以上那个 百乐官网看看 更详细的资料 来 我们再看最后一支 哇 这支霧面设计 我就太棒了 我觉得这支很时尚耶 很适合男性 等一下我下课后 就马上去百乐 买这支钢笔来写 因为它超级方便的 怎么说 因为它没有笔盖 它是按压式的 你看 按压 超棒的 所以不怕笔盖不见 我曾经有钢笔 带出去回来 笔盖不见了 那怎么办 只能放家里写 当沾水笔来使用 因为笔盖不见了 好你看 超级方便 上班族超适合 放口袋 诶 上班了我要签到 或是会议签到 按压 就可以签名 好 你看 这笔盖就收起来 那这支应该是 我看一下喔 嗯 那这等一下没写耶 没关系 我们要写写看好不好 写了就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笔盖 哇 經过几支钢笔的介绍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一支肯定不是F间 对不对 至少是M间以上 男生写字 通常都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刚刚说 这是男人专属的钢笔 记得 嗯 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上网去 百乐官网 了解一下它的资讯喔 那这支的品名叫做CAPERLESS 超棒的喔 來 所以啊 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 大概喔 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比较高颜值的钢笔 我们刚刚说 买钢笔 就是买笔尖 相信各位在这 经过十堂课的课程之后 你的字已经渐渐提升 大概已经 掌握到这个写美字的诀窍 所以如果可行的话 你可以去选购一些比较 单价再略高一点点的钢笔 来体验看看 可以 在这个写字同时感受它 书写的美好跟乐趣 好不好 来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囉 掰掰 好 OK 好 好